農有帶來最自豪的農產品放在格子鋪裡可以互相交流 但這更像是綠寶15年來的大豐收 我們這個是有機仙草 仙草乾 然後今天就是我們是在苗栗銅螺 序原自然農場 今天特地帶來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們的農產品 因為我們的環境身段很豐富 有石虎 有穿山甲 有色香貓 綠寶15大清河全國農友教育會活動正式開始 請大家掌聲 這次慈心基金會為了感謝取得綠色保育標章的農友 用善念恢復台灣土地的元氣 在園林谷坑舉辦15周年活動 共有全台超過300位農友參加 最後我們的壓軸要頒發滿15年的農友 王耀文 陳瑾 當年因為台南官田林角田水智遭到農藥毒死而開啟綠寶計畫 兩位率先投入的林角農友王耀文 陳瑾也代表分享心得 現在滿感人的慈心啦 就是透過我們改營商來幫我們 慈心基金會執行政府綠色保育計畫 農田不用化學農藥肥料等方式 兼顧的生產與生物棲地的保護 15年來已經有將近650位農友取得綠色保育標章 活動除了促成農友成果的交流 還有種子交換活動 種子我是每包10粒到20粒包好了 我裡面有付牛港市在家我的電話 現在國家也在注重健康台灣的藥用植物啦 現在政府也在搜索這一塊 明年會慢慢出來 因為我現在種子的綠寶就是苦茶跟馬告 帶來的目的就是說希望大家也能夠跟我們一起種 大家一起交流 剛開始真的人家在笑我們做 你種那個田是什麼 簡直是方惠嘛 後來現在就是他們就覺得真的不一樣喔 我說我們種植的人家都會自己主動跟我們 要我們的苦茶油跟馬告 對農耳而言就是有一份被關心 常常有義工到他場域去彼此的打氣 然後肯定他 我覺得這就是他願意走下去重要的力量 活動也安排分組課程包括認識蝙蝠或是製作猛禽的漆架 透過生物鏈來降低農作物的損失 山江地製還有那個我最喜歡吃的穿山頰我就不能再殺了 人家說為什麼你山區那邊那麼多的那個動物 我說請你們不要給我到我的園區喔 那個都是我們自己放生在那邊的 真的可以看到農友很具體的在保育的內化就是對他田間的物種 我覺得這是一種他對很多萬物眾生的一種責任心不只照顧家人還可以照顧這些動物 我覺得這是很強大的成果 綠寶15年的成果也受到政府單位重視成為重要的農業政策 資金基金會也將在2025年中發表綠色保育棄地營造手冊 提供食用指引幫助更多農友營造動物友善的農業環境 綠寶農友棒棒棒 記者陳佳樂 莊佑貞 原寧報導